这场比赛是昆仑爵特赦的一条 泰拳世界冠军金腰带 因为昆仑爵致力于把所有的规则 所有的这种流派的 都在昆仑爵的擂台上有所展现 所以我们就选了 今天是泰拳王子拨球 对阵来自法国的迪伦萨尔多 这是整个昆仑爵的比赛 比较更富有层次 从自由波及到春泰拳 再到总和格斗 对 全部都有 今天我们看春泰拳比赛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规则跟自由波及和中和格斗 都不太相同 它比自由波及的话 会多了可以走的使用 走是泰拳里可能最凶悍的打法 大家可以看 注意观察泰拳手的走法 但是它不能够使用摔法 或者在地面上进行打击 然后跌倒了要爬起来 被祭导可能还要被鼠包 然后大家看 这两边都是泰拳打法 但是波及是典型的古典的泰拳打法 这个迪伦肯定用的是欧式的泰拳打法 它速度会比泰拳要快一点 对 它整个包括脚下的这种步伐的节奏都要快一些 而且现场我们是想着这种特有的泰拳的这种音乐 好 看拳很重 这边腿很重 我们看波球的这个身体状态 对 非常强壮 对 非常强壮 一个吸法 两个人互相用肘做了进攻 对 泰拳手的话 这个一贴身的时候 走喝吸都是它最凶悍的武器 对 它常常比一般的这个有距离的更加危险 对 然后前面哈亚就曾经在这个近距离的时候 用走把打破了这个波球的脑袋 对 在波球的头上留下了树道口子 所以呢 用纯泰拳打法的时候 他们贴近的时候裁判不会马上把它分开 对 因为泰拳手的话可以用西哥走在近距离攻击 对 他们有这种内围的技术 对 内围的技术 好 我们可能进入到现在就是所谓的内围 双方在吸法 包括手上的变换一直在变 对 就是为了让自己能掌控更有力的位置 对 包括更容易发力 对 泰拳手的这个吸法实际上是丰富多彩的 其实中国拳手掌握的常常是正面的吸法 比较常规 他们其实侧面各种 在各种状态下都可以发力 对 而且它体系的这种角度 对 如果是 如果是研究的比较深的 他们在泰国也很流快 比如说这个拳管 他们是主攻吸法 另外一个拳管主攻轴法 对 所以主攻吸法呢 他们的吸法钻的是非常的刁钻 对 非常调整 对 你看他在只要是内围 他们基本上会在一个合适的这个角度 合适的位置然后发力 对 他们就是总能找到那个空档 找到那个空档 明天他能发出力来 对 一边人的话很难这么近距离去发力 对 好 又是一吸 你看 我觉得近距离拨球在吸法头还挺在约似的 好 刚才迪伦好像是有一种 确实是明显打到了 我总感觉这种吸法 应激的这种吸法 那他还是很走 会很容易碰到对手的肘上 对 那他也是防守 对 走过防守是防守吸的一种方法 对 从第一军开始 双方就是把太强的各种技术都已经运用了 拳法 肺法 吸法 肘法 好 看一下慢动作 这是明显拳法的快 对 真的可以 我们看到吸法 现在就在内部冲着内部就去了 对 第一局这个 波球好像用了多时吸法 对 第一局双方确实是把太强的味道完全打出来了 但是紧跟着节奏 肯定是要比传统太强武军太强 节奏肯定是要快的 第二局第三局肯定是要加快节奏的 好 我们来进入第二局的比赛 好 比赛开始了 看看他们在计算是有什么变化 这种连续的动作也是很危险的 哦 这下很重的推法 互相来一个 迪伦很有个性啊 对 很有个性 小迪哥 其实近些年波球很少运用 他在成名的时候这种腿法了 技术相对更完整一些 五国球的后腿吸法频频得手 近身的吸法 好 又是一吸 好 练续筛 在筛场的时候又接了一个腿 虽然扫充 但是这个动作很危险 对于在倒地 对 但是确实是有的时候 选手形成这种肌肉记忆以后 在训练的时候 而且形成这种组合动作 对 它会连带出来的 好 又是近身的吸法 好 你看刚才的走法 对 一个劲多危险 如果这一走如果打到鼻梁的话 或者是打到下巴的话 或者是美股这个正面的位置 都有可能 马上就会出现这种伤口 对 出现伤口 所以走的是 我觉得在整个泰拳里头 是最凶险的 对 非常的凶险 而且它是 又是两个人距离这么近的时候 就是 两个人确实是把派权的封锅 完全打出来了 今天播球好像设定的季战术 好像是吸法比较多 拿一招 然后一招 这一招 这一招 这一招很成熟 我们看到我们的场上裁判 Tony Wicks 来自美国 他制裁了很多经典的比赛 像美威瑟对卡克耀的比赛 所以他对他来制裁这场比赛 也是比较合适 好 这个有点MMA的动作了 但是这个不是综合格斗 所以双方都会起来 对 第二招比赛结束 打得很精烈 很精彩 对 这个播球会到非常强硬的对手 对 而且我们的观众是有眼福了 从我们的可能觉得自由国际规则那么快 节奏的这种中间不带停歇的 到现在这种拳腿肘膝全部上有这么充分的内围动作的这种比赛 对 大家全部都可以欣赏 看这个双方的对攻 对一个震灯 那迪伦的拳是不错的 对一个震灯的拳是不错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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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马上进入了第三局比赛 观众们如果仔细听的话 现在的音乐是随着他们的局数的变化是 节奏是越来越快 高扫梯 好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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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播球今天更多的运用了自己的右腿的这种吸法 对 因为敌人是反架 就是左手在后面 正好就是在面对播球的时候 腹部这个步伐会很大 对 特别晋升的时候 他也频繁使用这种吸法 对 看这个伯球的腿多重啊 哇 走法 对 现在这个迪伦不是特别好打 对 一个人他保持距离 这个他用这个伯球会用腿法 很明显 那他的腿更硬 对啊 一走砸过去没啥到 砸这个刚才那个嘴砸到 基本上他趴下了 好 这个反正走 这个横打中了 对 打中了 但是迪伦失忆 我没事 你再来 对 而且近围的时候明显的这个 近围好像摩托也有优势 对 所以说这个吸法 明显在那里有优势 对 所以迪伦这个不好打 现在 像这种的完全贴身的这种 没有空间的这种吸法 是裁判会马上会让他们分开的 好 还有一个 好 现在想转身回一个 对 迪伦缓了一个转身走 好 最后的一分钟 好 还一个 这是气势 对 刚才波秋这个动作用的很是后手接后膝 像波秋这个层次 估计他已经把各种技法拆解到随行所义的程度 好 看双方的内围较量 因为在泰拳内围如果双手抄腋下的话 因为是如果是MMA的话就非常的好 双手抄到腋下 好 这个我漂亮 这个很像这个中国的二踢脚 对 低轮也很兴奋想好一段 对 而且该真的踢到了 对 好 比赛结束 稍后打得很好 对 我觉得波秋打得似乎更舒适的一些 对 波秋确实是35岁这样的年轻啊 能把身体状态保持得这么好 包括竞技状态确实也不容易 你看波秋的扫腿 教科书般的扫腿啊 一轮的二踢脚 我明白 就一转试了 大扬 至两孷 数码 女士 当看 男士 行 时 行 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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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.Lam,我们知道你很精彩,你是一个很好的战争 我们知道的,但是... 所以,我们下一次是世界军军 好,现在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搏击宝贝 把空凛决的第一条泰拳世界冠军金腰带承到我们的擂台上 波球是泰拳王子 但是实际上波球的成名是在T拳领域 在自由波及领域 所以一条泰拳的世界冠军金腰带 才能够证明他的正统,证明他的威名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昆仑爵 第一条泰拳世界冠军金腰带 现在是 冠军金腰带 第一条泰拳世界冠军金腰带 Muay Thai 还有新经纪100人CEO李志刚先生 共同为泰拳王子波球 系上世界冠军的金腰带 Muay Tha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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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拳宴上常说拳怕少壮 但是波球用自己的非凡记忆 与超人的经验证明了 拳不一定怕少壮 今天迪伦 他的对手整整比他小了十岁